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有名人出生 也有名人去世 欢迎来到我们的月人无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 2006年的10月14日 今天是农历8月23 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位是艾森豪威尔 他有很多个第一 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是他的生日 在1890年的10月14日 艾森豪威尔出生了 说到他的第一 不得不说 其中有一个第一 那就是他晋升最快 整个美国历史上一共有10个五星上将 这个艾森豪威尔 他的晋升速度是最快的 我们举一举别人的例子 马歇尔从上校当上这个五星上将 花了多少年 20年 那麦克阿瑟从上校到这个五星上将 花了16年 可是艾森豪威尔 他一共只花了4年的时间 就当上了五星上将 突飞猛进啊 这属于连击跳啊 这是一个第一 还有一个第一 那就是他是第一穷的 在那么多个政治人物当中 他的出身是第一穷的 生下来的时候 家里什么都没有 父母只有一些换洗的衣服 和很简单很简单的日常用品 这也是一个第一 最后一个第一就是 他是第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 这个艾森豪威尔将军是指挥军队啊 下面我要说一位指挥乐队的人 他是1990年10月14号 因心脏病突发于是长辞的 美国当今最杰出的音乐指挥大师 波恩斯坦 和很多这个大音乐家一样 波恩斯坦的成名啊 也是因为一次偶然 1944年的一天呢 有一场音乐会 因为这个指挥家突然生病缺席 所以年仅26岁的波恩斯坦呢 顶替上去了 当时呢 他指挥了这个舒曼 施特劳斯等难度非常大的作品 一举成名 从此之后啊 他的名字和许多世界上著名的乐队 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那这个机会啊 都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对 在他去世前的五天呢 他因为肺部感染住进医院 当时啊 很多这个美国的报纸都刊登了 大的标题啊 写到美国音乐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有可能就要结束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五天之后 他就与世长辞 所以最后呢 这个国际舆论认为啊 他所留下来的空白是难以填补的 至少 可见大家对他的重视和他音乐才华的这种欣赏啊 他是离开舞台五天就离开人世了 对 从他最早二十多岁出入锋芒 一直到最后他成为一代大师 我觉得他整个生命还是紧紧的跟这个音乐舞台联系在一起 下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散文家 秦穆先生 他是1992年的10月14号在广州去世的 秦穆先生和杨硕刘白宇被并称为17年文学期间的散文三大家 他有一篇文章大家很熟悉啊 曾经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选过 叫土地 中间有一句话呢 大家很熟悉 说的是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袋 一样布满了山谷和原野 秦穆先生在小说散文诗歌文艺理论等方面都有很多的著作 他被称为是一棵繁花树 在1992年他73岁高龄 在病逝的前一天呢 他还写了一篇只有题目但是没有内文的文章 题目就叫敢想敢闯的神话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觉得这个题目很激动人心 内文到底要写什么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看到 这是一个谜了 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约人无数到这就结束了 接下来要进入的是 有事天天说 家设国事天下事 有事天天说 每一回做节目 说到什么地方 包括好莱坞 包括什么意大利 西班牙 周旬都去过 我们说到国内的景点 一定要好好说一说 咱们北京 那你说我去过的地方 对 锦山公园你去过吗 去过呀 你去过 对 你和园我都去过 那行 我说的不是锦山公园里头 是锦山公园东门外头 有一小胡同 你去转过吗 我相当熟啊 好像没转过 里面有了一个小院子 小宅子 是原来乾隆皇帝四公主住的地方 后来那个地方改为了金师大学堂 在1902年 这个金师大学堂正式开始招生了 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事 好 其实这个金师大学堂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1898年建立起来的 它是戊戌变法时候 颁布的诸多新政之一 直到辛亥革命之后 1912年的5月份 才改名叫北京大学的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推动之下 清光绪帝下了明定国事招 正式宣布变法 赵书当中强调了对教育的改革方案 也就是揭开了我们中国教育的崭新的一页 说到这个金师大学堂 它这个建立 其实在戊戌变法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教育体制改革 所以清光绪帝政治家令 批准设立金师大学堂 由梁启超起草一份 金师大学堂章程 规定大学堂的办学的方针 那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中西并用 观其会道 课程 分为普通课程和专业课程 两个类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公共课和专业课 正想这么说 我们现在大学里面 我们上的是公共课 各个专业 一大包人一起去上的 那么专业课就是说 这个专业的人单独上 那个专业的人上 他那个专业课 那我问一下 你现在读博士 你这个公共课人多吗 我们也有公共课 人多吗 像有外语 就是研究生在一块上 包括其他的那种 体育 戏剧 体育课已经没有了 那么专业课 我估计博士的就是讲的 就是跟导师面对面 单独授课的 我觉得是挺尴尬的 就是一对一的教 你要不听课还没办法 就是不能逃课框课 因为谁走了都能被发现 抓住 做毕业挺酷的 考试就不是监考的 考试就是写论文 反正那个时候 金师大学堂呢 已经是属于比较超前了 金师大学堂那时候 不仅是全国的最高等的学府 而且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 在这个金师大学堂成立之后 朝廷就给他颁发了这个匾额 上面写的是大学堂三个字 大家可能要问了 怎么搞的这个金师大学堂 到这就少了俩字 没有金师两个字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在平常人们言谈当中 说的也都是大学堂 没有说金师大学堂 因为那个时候 全国只有这么一所公立的大学 那不需要说的那么详细 简称就行 对你只说大学堂 大家就知道 肯定是北京的这个金师大学堂 而其他省的都只有中学堂和小学堂 另外呢 这个金师大学堂 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建立的 所以呢 也有人叫它戊戌大学 金师大学堂的这个匾额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 在这清朝灭亡之后呢 就被摘下来了 扔到这个国字建的破库房里了 之后就一直没有人问津 你猜到什么时候才发现 1995年 这个这个是后来才发现的 对 在95年的时候 两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呢 到首都博物馆 这个首都博物馆 也就是国子建的旧址了 在这个博物馆里 一个破旧的自行车车棚那儿 发现了当时的匾额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感谢他们 对对对 而且这个匾额当时啊 你想想看 在那个破旧的自行车车棚里 这个风雨洗礼了多少年 整个上面都是一层灰 而且呢 很难看出上面的字了 就勉强能看出大学堂三个字 但是呢 这块匾额的历史价值非常大 因为它见证了北大的百年沧桑 直到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 它才重新回到北大 被放进了这个陈列室当中 那一开始呢 恩太跟大家介绍的是1902年啊 正式招生 对正式招生 但是我们说这个 京师大学堂是1898